媽媽 請妳誠懇一點 誠懇 媽媽 我在這邊 誠心也跟妳道歉 我不應該這樣做 小明哥 雅蘭 妳是夫妻 妳應該很了解 我太了解了 準備要指控妳什麼 我跟你講 她唯一 我也是太完美 我覺得她唯一能夠指控我的 就是我的表情 因為她理解力很差 所以我每次要說 然後她就會 妳看那個顏色 我覺得她眼睛真的很大 很機車 很機車對不對 小明兒是跟我說 妳機車到有一天 走在路上被騎走了 哪有 真的嗎 妳也太機車 讓她騎走了這樣子 不是 因為她有時候 理解力很差 然後我一直跟她講 講了很多遍 然後她又一直問 同樣的問題 會生氣 我就會覺得我真的 有耐心的 會被她弄得沒耐心 對啊 然後我就會很生氣 因為我脾氣也不是太好 我就會看著她說 白痴啊你 妳也會講他叉的 妳是聽不懂人話 他叉的 她的白痴 感覺比較犀利耶 很犀利吧 好犀利喔 翻白眼跟表情 不曉得為什麼是 不是 妳知道 女生俱來 發自內笑 妳眼睛這麼大 妳翻白眼一定有 異常的詭異 真的耶 妳翻白眼看來 有嗎 三個 有 好厲害喔 來 三明哥 好 來 指控雅蘭來 去看惹怒她呢 二 三 二 一 好煩耶 什麼都教不會啊 好煩耶 但是我跟你講 這個如果有千字 比如我想改一下 第一個字 他是不是講這麼溫和 他講 笨耶 好 笨耶 有這麼笨嗎 他就這樣 你到底什麼事教不會啊 我跟你講 每一個人 與生俱來一定有 不同的天線 比如有的人 對美就是特別厲害 有的人對什麼 樹葉有專攻 樹葉有專攻 聞道有先後 是的 對於美這件事情 我本人真的是不行 所以打扮 顏色調配 這完全 我看不懂 好 所以你看我以前上節目 永遠千片一律 牛仔褲 襯衫 好 你以前這樣 就這樣 就日常睡 那個就是一種很 很規矩 很安全的穿著嘛 對不對 然後呢 有一天 他不管 不管跟我說多少次 怎麼搭怎麼搭 但是我 永遠就記不起來 好 有一天我就拿著 上衣跟下半身 然後他在廚房忙嘛 然後我就拿 走到床上 雅蘭 因為我就信誦後 覺得說 他教過我了 這樣他應該可以 這樣是他OK嗎 然後我是充滿了自信 結果他看了一眼 就 笨耶 笨耶 這樣子可以嗎 我說 這樣不行嗎 然後他說 我教你那麼多年 你怎麼都學不會啊 隨便你啦 好啦... 你就穿這樣去吧 你模仿好爛喔 不是 你真的就這樣子 沒有 我就說 我教你幾百遍了 我跟了你二十年 我教了你二十年 你到現在還不會 我啦 你這才給我配綠色 你這才給我配綠色 是真的假的 對啊 配綠色 配綠色夠長 你覺得這樣子一看嗎 我配綠已經夠慘了 你還給我只配綠 對啊 然後更誇張的是我說 那你把上衣換掉 你配白色的上衣 這樣搭可能會好看一些 然後他就 然後他不聽喔 他說那這樣可以嗎 我說 我配綠綠節可以嗎 搞錯的 我就說隨便你 我到最後我就沒有耐心了 因為他會一直拿不同劍來 因為我已經跟他說 你就可以穿這樣了 然後他還一直拿 一直拿 然後一直問我 大概問了五 六遍 你不會生氣嗎 那你就不要問我 因為 不是嘛 是不是欠打 那最後他還是算他的方式嗎 真的生氣耶 對啊 所以他很驚人 能照他的方式穿嗎 不是 不是 我為什麼一直 重複在拿不同顏色來問他 因為我想學習嘛 對 怎麼辦 他在玩呢 你要學習 對 你不是在激怒他吧 不是在學習 在激怒他 對 不是 因為他講出來的顏色 我會覺得 混亂 白色可以嗎 像今天 這樣就很好看啊 今天誰幫你配的 他 對啊 他是不是 順眼 不要順眼嘛 順眼 因為我會有一個 混亂就是說 白色 白色上衣過不是會膨脹嗎 我會有這個感覺 我說那白色行嗎 所以我就會拿不同顏色 想說是不是可以來打打看 然後他就順眼 超明哥 超明哥 你下一次 可不可以穿紫色和綠色褲子 給我們看 你來現場 你真的嗎 對 真的 你就衝著亞嵐 衝著亞嵐 你穿這樣給我看 好 今天 只要是道歉大會 這真的必須要實質的 道歉行動 所以我們今天有話要說 這件事情是我對不起你 來 道歉大會 好 不會啊 今天是個 衰莫寧中道歉記者會 是的 道歉的人就負責道歉 但是不僅如此 我們有龐大的記者團 他們會犀利的提問 提問完以後呢 他們會決定你道歉成不成立 會舉牌 這當中一定要全數通過 只要有一個人認為不通過的話 完了 噴到死 接受到死 那幾人要這樣子 沒有噴到死 但噴到 噴到那瓶丸是不是 跟她 那不一樣 那不一樣 你以為有辦法說法 我會沒有聽懂嗎 好 來 斯嘉有話要說 這件事 哪件事 她對不起 她的媽媽 來 斯嘉 我現在在這邊 誠摯得像我的母親 以及在場所有的各位 還有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雖然不關你們的事 但是在這邊 跟你們誠摯的 說聲不好意思 真的 來 看著媽媽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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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媽媽 真的很抱歉 媽媽 請你誠懇一點 誠懇一點 媽媽 我在這邊 誠心也跟你道歉 我不應該這樣做 我下次還會再做一次 是不是 就是這件事情 是這樣子 是什麼事 好 我呢 在社群媒體 什麼 媽媽 你封鎖自己的媽媽 她總是會在半夜的時候 按讚所有的貼文 不然就是 那都是回覆同一句話 謝謝 感恩 永遠都是同一句 有一個網友稱讚我 他就會說謝謝 感恩 然後底下又忘出第二個 他就覺得第一個已經道謝 如果第二個沒有 太不禮貌了 一路就 然後到不完之後 我的手機就開始從 因為是我的粉絲團 就會跳出通知 一看之後不得了 他在上面跟人家聊天 晚上不睡覺跟網友聊天 那好的就算 那一定會有跟人家吵架的時候 那媽媽去跟人家吵架 像不像是我派她出去的 那我就私訊她說 媽媽妳可不可以 不要在我的社群媒體 不然妳自己開一個 妳自己跟人家聊天對不對 她就說不行 因為我看到了 我半夜會忍不住 我就想說這個事情 必須要有一個結束 對 我就封鎖它 我就直接 睡好結束 我就直接把她說 因為她看不到 就不會覺得睡不著 對不對 然後看不到完了之後 隔天她就說 為什麼我都看不到 你的粉絲團 這一天終究會來嘛 對 我想好對策 我說 應該是妳手機出問題了 因為大家都看得到 有沒有 然後有一天她就受不了 她就問我的助理 她說 妳手機拿出來 我都找不到那個 王思佳的那個粉絲團 但妳的有沒有 妳的有沒有 這樣 那我助理不明就裡 就說有啊 媽媽有啊 她粉絲團一直都 都在啊 對... 沒有串通好 對 沒有串通好這樣 然後她就生氣了嘛對不對 那因為我封鎖她一個帳號 她就為了我去新辦一個帳號 跟酸民一樣 她又辦了第二個帳號 然後她又在 追蹤我的粉絲團嘛 她為了怕不要被我發現 她就叫我弟弟 幫她做一個就是那種 上面是亂碼的那種帳號 對不對 這種已經看不出來 因為我們都 對... 結果她又忍不住 上面是帳號 底下是不是可以自己 取一個名字 對啊 她就說 詩佳媽媽布蘭妮 詩佳媽媽布蘭妮 然後她又留言的時候 然後我又封鎖那個帳號 我就會一直封鎖她 所以妳現在持續封鎖中 我現在粉絲團 持續封鎖 捍衛當中 對... 其他的有可能會更上 對應的措施 妳的聰明 妳要聰明 妳拿一個手機拿來看 我可以看得到 我不會回答了 我不會回答了 看就好了 但是我們毒蛇記者團 他們也是有他們的問題 要問 想發問的 妳封鎖媽媽 是因為妳覺得她 讓妳很丟臉嗎 不是丟臉啦 妳吵也要吵贏好不好 妳跟網友吵架還吵輸 妳什麼意思 妳怎麼自己吵輸 妳在那邊出去的 妳要出去跟人家吵架 用媽媽的心態 那妳就要吵得有理有據 不然就不要回 那妳封鎖前有什麼猶豫過嗎 完全沒有 沒有 沒有 天人交代 這是一個堅定的心情 做了一件對的事情 請問這個道歉到底過不過呢 思佳這個道歉 來 我們準備囉 等一下 真的喔 不能 準備舉牌 只要超過一個 這個有點難舉 我們等一下也是會投票的 好 各位 對... 接著投 來 大家要平良心 平良心 三 二 真的平良心喔 平良心啊 一 請舉牌 怎麼可以耶 超美的 請拍 我真的舉牌 我跟你講喔 思佳 對 妳的這個舉動 我認同 因為這樣造成困擾了 可是因為今天是道歉記者會 我覺得妳沒有在道歉 對 她在抱怨 妳是在 我只是在抱怨媽媽 我還會到底 所以我還會繼續這樣做 我的看法也是道歉 因為我覺得妳不是道歉 妳是在加碼之後 對 我也是道歉的 加碼 對 我覺得是加碼 我也想講的是 其實媽媽真的好愛妳 很願意為妳 不管是會酸妳的人 或支持妳的人 她都會很願意付出 然後幫妳回應 而且沒有 還幫妳增加流量 妳知道只要有對話喔 那個粉絲的流量 那個什麼 那個 最會在跑 對 那是會跑的喔 對 或是她會起到半夜睡不著 我也是心疼的 也是在其他的身上 不要給她看 對啊 好 謝謝思佳 謝謝 感恩 謝謝 現在姊姊 依佩 來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討論呢 快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按下小鈴鐺 收看最新影片 歡迎大家在影片下面留言喔 給我們更多意見 想要看更多精彩的內容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